好 出手可以自己挑 后面要点餐 就帮我抽一下号码牌 拥有近百年历史 不过两百多公尺的宁夏夜市 却容纳将近两百个摊商 一到夜晚 人潮如汁 熙熙攘攘 不仅好玩 更是好吃 鸭血臭豆腐一上桌 就闻得到淡淡的中药香 不仅臭豆腐好吃 麻辣汤头更是暖心又嫩味 味道还蛮到位的 对对对 然后它鸭血还蛮Q弹的 应该只是光炒这个辣 炒了二十分钟 大概咳嗽十分钟 因为它这个辣是很呛的辣 炒了十几年 现在炒起麻辣汤头 李启荣早就练就了一番 面不改色的好功夫 从妈妈手上 传承老师傅的手艺后 天天煮上这一锅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洋葱 辣椒 姜 大蒜 还有独家的重要材 数十年来如一日 我们阿公那时候就在做面线 所以那时候三十年前 爸爸就开始重新再重 把面线跟麻辣重新再做起来 从小就是在这里 说起自家的店里历史 真的得要话说三代 一开始最早卖面线的是李启荣的阿公 父亲则是开启了鞋店 但商圈没落 鞋店生意不好 父亲只得接回阿公的手艺 开始卖面线 为了多赚点钱 妈妈还去跟老师傅学麻辣臭豆腐 没想到这样的搭配却一泡而喉 就是因为爸爸做里长 客人常常说 那你丢白人家吃 你丢白人家吃 所以我们就顺势地用 李长博这个品牌的70点 就用李长博来做 重路边摊又开了店面 才有了店名 妈妈询问 原本在外商工作的李启荣 要不要回家接手 当时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稳定 三十多岁的李启荣心想 反正接不起来 趁着年轻还有机会可以重回职场 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自己的餐饮人生 当初是只有一个 只有面线麻辣油炸 基本的形状吃法才把它带入 让这个传统的元素 可以跟现在的年轻人更结合 甚至外国客 可以更认识臭豆腐 年轻人有新的想法 新的做法 通常就要先过老的那一关 尤其最怕的是那种吃过父母亲手艺的老客人 通常一上门 李启荣就得要好生招待 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看到附近的老客人的时候 都要给他是背笑 为了让三家店料理品质不走位 还请来秘密客做把关 用在外商公司学到的餐饮馆里 放到传承三代的传统小吃店中 于是传统的臭豆腐有了性滋味 切碎后的豆腐加入冬粉芹菜海淡芽 搅拌后竟化身成为馄饨馅料 成了独家专卖的酥炸臭馄饨 一口就有惊喜 还有用咸鸭蛋黄跟美乃滋 做出来的金沙口味 颠覆想象 就是希望老东西加入了新创意 来开发年轻客群 让传统小吃也能有新吃法 金沙臭豆腐 我们第一次吃过 因为他们是用那个 也是叫鸭蛋黄去制作 对 那吃起来还不错 第一次这个感觉还不错 对不对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这一块豆腐是 台湾数一数二的卫生跟干净 因为从它的标准的工厂 到冷藏车的仓储送到这里 我也去房厂过 也有它检验过 综合场望做小辣 再一个小面信小辣 原本还为自己流退路的李启荣 越做越有兴趣 最后还把老婆也说服 辞掉工作一起回家做生意 就是同心协力嘛 人家说餐饮要有一堆手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我们就慢慢慢慢 然后理念也蛮相同的 那老公说奋斗十年提早退休 可是已经奋斗快二十年了 话说得轻松 但其实过程却是一把心三类 从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双手不沾洋春水的Oil 变成在夜市摆摊 还得要蹲在路边洗碗筷的老板娘 看在自己的妈妈眼里 真的舍不得 刚回来这个时候 丈母娘会说 以前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上班族 回来这里跟你扶到几个月光 年轻的月光 等着肚子睡我 我太太不敢跟我讲 是她跟她妹妹讲说 你后面不能嫁给做生意 过三年的时候 我们业绩成长得很快 然后两家店三家店都是在忙排队 她也默默地跟她女儿讲 你后面嫁给做生意的人 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快乐型的 就甜甜 然后就反正就交给她 她一个人欢乐就好 不要两个人欢乐 所以我好名 你假好人 夫妻俩一起打拼出新气象 重入偏摊 现在已经请了十几位员工 拥有三家店 还发展出冷冻宅配 希望用办法 李上博的称号 把夜市小吃打造成美食品牌 让传承三代的美味 随时可以热腾腾地 出现在餐桌上 包两个鸡 一起的啦 包四个鸡啦 三个一种啦 春寒料翘的人间冷月天 寒流一波一波接连报道 加上世纪瘟疫肆虐 连最夯的宁夏夜市 人气也比以往冷清 唯独吴家的门口 人潮体温聚拢 还没进到店里 里头阵阵飘船的鸡酒香 就让受冻萎靡的精神 振奋苏醒 我们摆在这儿过来 摆到后面去吧 我们这就是 外天吃饭的啦 天气如果越冷 人越想要吃一个热的 卵味 那吃就 整身口就越热 越不越冷 浓郁麻油扑鼻 大方让人龙免费品汤 鸡寒椒破中 平平巧手盼望 锅里的火热燃烧味蕾的响望 麻油鸡 麻油肉片 麻油双腰 在锅里 先和麻油姜片火爆渲染 祸气十足 再下高汤一起沸腾 这熊熊烈火 是冷风中的暖热就熟 二十几岁就开始都在这边吃啊 只要是那个工作有休息的时候 就会跟我先生特地来啊 不会说因为太油 而让你觉得会腻 它不会 它是香 麻油鸡啦 不然油脂啦 再来就双腰啦 双腰也很大炒 二十多年资历的资深主厨王庆龄 练就一身麻油食补功夫 震惊不怕火炼 气温越冷 炉火越旺 他忙得越开心 招牌麻油鸡受肯定 锅里的诀窍不少 都是胜出的优为关键 鸿子鸡像滑鸡鸡 差不多六四斤以上 鸡如果熟 肉就比较有嚼勁 比较像香 像我自己身上 鸡鸡啊 他们的作品来说 我也辛苦 有了我才配他们做 都给他包装 对 他跟我说我就给他包装了 麻油鸡抢手 大厨得帮亲友外带倒腐 当然也是老板娘萧婷寒 当年的月子餐 一般的麻油鸡口味浓重 许多产妇做月子到后期 几乎都已经吃到腻 但自家的麻油鸡 够味却清爽 让萧婷寒的月子做好做满 身子补得完全 至今已经当了少年阿嬷 依旧满面红光 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来帮忙 我比较好命啊 就是没有做到呢 就是提前一个月的休息 夜市的响亮招牌 其实来头不小 70多年前 萧婷和婆婆的妈妈 就在建成圆环卖麻油鸡 圆环前后做了36年 历经失火拆除 之后圆环成了台北的 小吃历史遗迹 无家的店面 转进一路之隔的宁夏夜市 味道依旧 在老台北的味蕾记忆区 守住昔日的圆环气味 我们家是比较清淡 吃不出太辣 就是不会吃得太辣 对 就不像外面是米酒很多 然后姜很辣 就是会苦 加麻油的话一定会苦 因为我是前面把姜 先捞起来了 就是怕那个汤里面 没有姜的味道 就是再打姜汁下去 那调味一下 我们都指定那个名声西路 姓陈麻油 很香很香 是真的很香 如今70年老店的火种 传到了第四代 有两个未满30岁的兄弟 携手协力 要扛下传承的责任 也是做的是玩场生意 弟弟吴康俊 每天下午3点 就在店铺后面空地 搭起的简易厨房 被其当天需要的二分之一量 麻油老姜爆香 再热炒防土机 还没开店 整个宁夏夜市的中段 已经闻得到 吴康俊的认真打拼 防土机 比较有嚼劲 然后比较大支的 不会就是色色的 我这一锅其实是 晚上要需要用的 所以我没有煮到太熟啦 就是翅膀的话可以使用 鸡腿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通常煮麻油鸡 都是用清水煮鸡汤 但吴家不这么做 要让药材 麻油 米酒 不这么浓重腻口 稍稍清淡又要够味 吴康俊旁边的这锅 猪大骨加鸡骨高汤 就是取代清水的 韵染化布 厨房每天比别人 多了一道工序 但年轻老板 耐烦不急躁 从高中时代 就任分地在家打工 做好接下第四方的准备 外面是比较辛苦啦 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家里 会比较轻松一点 包一个心啦 包一个菜 包一个顺心 我也比别人更幸运吧 因为我不用去找工作 我就有工作了 对啊 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中间这个关卡好了 弟弟负责后场 哥哥吴康宇则正守前场 看到空档随时补位 在师傅和爸妈的调教下 已经内外闯全能 应对进退得宜有礼 标准的心理狗 和弟弟一样 很早就确立了未来的方向 要让自家的麻油鸡 在台北的美食领域飞得更高 当初也是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摸 很有成就感 这是当然的 对 因为毕竟在这边 已经开了七十几年了 对啊 能成为 能下夜市之光的话 非常荣幸 二十四 二十五岁 就接下七十年老招牌 超龄的成熟负责态度 但爸妈很安心 完全退居幕后 在家带孙 每天只要轻松看报表 检视年轻人的成绩 让许多猪兵隔壁超羡慕 都不用做了 哇 他们真的很乖 算是从小就是还蛮懂事的 可能比较早接触这些行业吧 所以比同龄人来说 稍微成熟一点嘛 很累 我从小就看他们辛苦到现在 对 所以觉得他们现在 算退休的生活 其实也不过分 名下夜市最年轻的老店 年轻人以认真态度和行动 赢得上一代的信任 不想靠爸靠妈 反倒要让爸妈靠 就是希望客人可以持续地 记着这个味道 不会变 没有大道理 也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 老圆环的记忆味道 能够历久弥新 一代一代任分肯做 以身教相传 也许是七十年招牌里的 隐藏配方吧 把他拌一下好不好 稍等一下 滑登初上 宁夏路上的车流 瞬间成了一个个美食摊 入夜这里成了香气制造所 煎煮油炸着各式好料 一百八十多摊里 有三分之一 是超过五十年的老摊 许家的枝糕饭 就是典型的 陪着许多人 走过青春岁月的古早味 吃了三十几年 这个味道很好 肉很Q 然后很软 卤得香嫩的Twickle 配上笋丝和卤蛋 再来碗特制的虾仁蛋煲汤 大大满足 今夜想吃的欲望 很好吃 跟家里比较不一样 就是那个味道很够 对啊 你能够吃几碗啊 我应该还可以再吃一碗吧 两碗这样 吃三碗最多的 泡泡去桌面 没有还多 我都搅拌 热气蒸桶的卤锅里 有着卤排 香菇赤肉 笋丝 还有正殿灵魂 Twickle 一整碗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 许老板光是顾着这几锅 经常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如果我们没头上沾不沾 我们做就是 做些东西就用什么东西都做 1967年就在宁夏夜市卖热时 从年轻小伙子打拼到现在 两个小孩已经搭到在摊子帮忙 他尽管年过六十还是退而不休 清晨会跑回平临深山里的老家 挖绿竹笋 趁大太阳时晒成笋干 做成风味独特的脆笋排骨汤 招牌的蛋包虾仁汤 是由念餐饮的儿子许明忠负责 准备营业前才现场制作 海虾被鱼浆包裹着 得一围围小心翼翼拉出 再放进滚水煮 每天在现场都会捏虾子 让汤头更浓郁 然后我们的汤底都加了一些冬季 又冬菜去熬煮的冬菜汤 吃的时候再配上一颗水泼蛋 这碗汤红白黄香见外 还有着山珍海味的十足诚意 女儿属美 手脚俐落 一心可好挤用 尽管一年多钱 才回到老爸摊子帮忙 但从小就是个行李店 从操就业像是闭着眼睛都能做 这一年间你不带爸爸的摊子帮忙 我有别的 做别的工作 玩乐 生命 所以晚上这个时候不用工作 对 我之前是作息正常 就是朝九晚五的作息 然后现在没办法 就变叶猫子了 变叶 才说完的下一秒 老天爷就急着来抽税 不好意思 人带下马上好 等一下大雨伞就来了 不好意思 有很多复发状况要应付 会练就应电能力变很好 夜市讨生活大不一 得看老天爷脸色外 还得习惯政治氛围下 潮起又潮落的观光客 大环境左右不游人 许老板早就老神在在 他说只要产品品质酷得好 就不怕客人不上门 去看 人家说台南监作 在头饭很好吃 我就去看他 他这个推 这个是那个 我想一想 不然我们用推荷 我自己想 我们自己去忘研究 忘博 忘研究 要做起来就是有成功的一天 十三岁从平临深山里 骑进繁华的迪化街 跟着阿姨在永乐市场 做布料批发 生意大好 却因为哥哥财务出问题 得接手他的寿司熟食摊 而一头栽进油汤世界 三年时间 帮哥哥还清了 二三十万欠债 这笔金额现在看来不大 但在经济起飞的年代 足足可以买下一栋公寓房子 利益摆一边 心系兄弟情 就像肥瘦被牢牢串住的推口 一开始从寿司转型 到卖乳肉饭 排骨饭 后来又将南部盛行的 滴沟饭 吃糕饭 改换成腿库部位来卖 到处吃 回家研究 研发出黄金成分的卤肉酱汁 豆油是代贵的嘛 一个是在便宗的 这豆油是 便宗的豆油是都很古早做法的 那些都没充满武器的 我用三十万年都没充满武器的 我以前是跟他去摘 买了好像年后多了 我就去摘 也曾想过用五花肉来当主角 但五花肉过油 连皮的推口 乳过后既Q又香 不死咸 所以四十多年前推出后 就大受夜市客欢迎 成为超级底沟 就它的肉很嫩 然后入口即化 然后饭也粒粒分明 就网路上看到 然后就要来品尝一下 然后就觉得蛮好吃的 我最初的就是 台里的故乡就是 好像我的家 这两个就是我的家 只要灯火一亮 人潮就川流不息 担任商圈理事长时 推动禁烟 食材登陆 和使用白铁块 夜市领投羊 它生根 可以让无数人 竹梦养家的原地 第二代虽然上阵 老匠还是随时茶哨 换手无味不变 白面条一扎一扎的下 滚烫汤头 一勺一勺加入碗中 每到用餐时间 小小店面已经做买 极常陆路客人 等着好味道上桌 牛肉面跟鸡汤面 这两个都相当好吃 可以喝得出来 它们的汤头是 长时间然后正才吃掉了 熬出来的汤头 炒蘑菇 炸鸡翅 牛舌 在牛肉面店 可以吃到一些虾酒菜 好吃 真的好吃 当然念念不忘的就是这碗 红烧牛肉面 浓郁牛肉汤熬成漂亮深棕色 跟别人家不同 最后一步骤 点缀新鲜番茄丁 吃起来清爽不逆口 看似家常 但这可是名气响叮当的 冠军牛肉面 在延集街逛街嘛 就看到那个 牛肉面节比赛的海报 那我就说 我们平常都有在煮 炎公餐的牛肉面 那我们就好 我们去比赛好了 吴欣插柳 柳晨映 老板侯俊生 原本在东区夜店担任主厨 圆公餐牛肉面改良后 一举拿下 2011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 红烧组冠军 当年从武士街族人马 脱颖而出 从汤头就很讲究 入口齿家溜香 炒料就放葱姜蒜 豆瓣酱 冰糖跟酱油 但是在煮的时候 会再放酱油糕跟豆腐乳 红烧汤头的炒料 半小时后 已经香气四溢 这时把炒料放入锅中 准备熬煮 但步骤还没完 老板拿出秘密武器 豆腐乳也倒下锅 增加汤头浓郁 有些人煮牛肉 应该也没有放油膏 一般都是豆瓣酱跟酱油 還有香料而已 再丢入13种药材的中药包 让牛肉汤喝起来 散发独特中药香气 重头系卤牛肉 更是经过多次尝制后 研发出一套自己的SOP 也是侯尊生的冠军密码 特别选用美国牛健心 大手柄 每一块都切得厚实 但牛健心也有分不同软硬度 老板不怕麻烦 按照软硬不同 分三批依序下锅煮 每一块的它那个部位 什么都不一样 有时候会有筋头 有时候会没有筋头 用一点心就不会出锤 牛肉快跳进红烧汤头 在大锅内游泳 准备华丽变身 煮滚后必须在锅内 浸泡至少六个钟头 等待汤汁冷却 同时锁住肉汁 这样卤出来的牛肉 吃起来不柴 反而入口即化又吸饱精华 冠军牛肉面上桌 牛健心肉全都软硬度适中 半斤半肉 还有手工牛肉丸子 多重变化 刺激味蕾 老板侯尊身对研发牛肉面 自有一套见解 但其实她是西餐出身 15岁当学徒 后来北漂工作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 才开始思考自己的 人生下半场 本来就会想说 年纪大 一般老板都不会请年纪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年纪大 他那个思想比较跟不上时代 所以我讲 年纪大是不是自己 开家牛肉面店 有了冠军光环 让他毅然决然 48岁决定创业开店 靠着在夜店累积的 员工顾客人脉 湖棚一般捧场 一下子就打响名号 在经历区跟大安区 混这么久 一开店 就第一个月就赚钱了 真的 特別的是 在年轻人多的夜店打滚 传统牛肉面 也看得到夜店影子 老板卖的小菜 有别于一般 而是下酒的炸鸡翅 蘑菇放入蒜片爆香 再加入九层塔 这也是搭配牛肉面的小菜 越吃越耍脆 成为客人必点的最佳配角 就是要做出特色 店里卖的清炖牛肉面 也是特制改良 当初是想把汤做白嘛 但是时间又不够 加一些那个调味料下去 清炖牛肉面同样放入 美國牛津青下去熬煮 特別的是 调入一定比例的鲜奶油和豆浆 入口比一般清炖湯头更为浓郁 融合日韩做法 每天限量供应 这就是白糖 对 清炖湯 嚴格来讲这不能算清炖 只是这样子 不断挑战尝试创新 秀得到时下流行什么 原来老板的儿子 就是最得力助手 我们会一直做创新 像是清炖 跟台湾人的思维中的清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就把韩式的风格 融入到我们中式的 台湾的牛肉面里面 变得我们的汤是 雪白汤的那一种概念在里面 这样你再重新给我一个鸡 老爸负责厨房前置作业 他就负责店面一切大小事 老板二代侯信宇 学日本料理出身 懂得日本职人精神 不过要承接有冠军头衔的店面 压力不小 希望每一个产品出去都是 大家心目中觉得 得到这个冠军是OK的 不是随随便便就被人家认为 这个怎么是冠军的那种感觉 在儿子眼中 对料理力求完美的老爸 就是最佳楷模 要怎么走出自己的路 他这样说 我们还是会有创新 可是要先把 该传承的传承下去之后 在传承里面有一些些许的创新 很像是我们每一个月 都会一个特别的 一碗不一样的料理 去就是展现我们的创意的部分 现在负责两携手经营这间牛肉面店 从晚餐卖到宵夜 尽管偶有小争吵 但凭着对美食的热情和坚持 这块冠军金字招牌 一代传一代 仍然会继续闪耀 你好 要什么 外带吗 外带 好 包照会 好 好 在大大的油锅里小火低温油泡 一颗颗肉圆就像是做SPA一样 手工外皮先蒸后炸超弹牙 再加上自家秘方制作的红糟酱 粉红色泽香气四溢 光用看的闻的都让人忍不住想要尝一口 我就是新竹人 所以就是跟在新竹迟到的蛮像的 我觉得挺意外的 我只喜欢吃这种大肉圆 它是单纯就是比较Q的感觉 感觉出来它是人手工去做的吧 这样的味道跳得不错 这红糟酱其实就是红糊去酿的 然后搭配我们炒肉的肉汁下去煮酱 所以它的风味比较特别一些 新竹肉圆在台北万华传香百年 身为第四代的J班人 陈敬宏呈先其后 趁着疫情时砸大前改装的新店面 有了冷气有了舒适的座位 但是一旁的墙壁 却大大提醒进门的客人 这家店历史悠久 我们要把我们的历史让每个人知道 但现在去YouTube上面搜寻 其实很多做法大家都已经公开了 只是说我觉得要让客人了解 我们家手关的地方在独特在哪里 让大家看见百年肉圆品牌的用心 不是只花在装潢上而已 有了漂亮的门面 最重要的还有实力 这种麻烦就要把它挑 挑一挑至少要半个小时 让它的酸水 黄水不见 然后再下去煮 然后煮煮好了再把它烙过来 再泡水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好吃 没有酸味又吃起来 那竹笋的口感很棒 其团跟我们的温泉城 细带就这样做 所以我都教第四代你要接 你要先有生气 你准备喔 第三代的老板娘吴美华 各自瘦瘦小小的 但是做起厚厂的备料工作 一下子就像是战场上 力大无穷的将军 拆开两大箱超过六十台金 来自嘉义的凤尾笋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以下又只会落定 盘算着备料的步骤 实在很然让人想象 原本的她只是一位 只会拿算盘算钱的会计小姐 我嫁进来就看到 活活功功在座 然后又年纪那么那个 又小小数的国家 我一定要赶快学会 要帮忙 那知道了下丢啊 坐不完这么累 四零年代开始 繁忙的铁路 带动万华的快速发展 河头坛的万华 只要努力 就能够赚饱饱 为了早上八点 准时开门做生意 于是清晨六点半 就要进店备料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闭店才能够休息 想要赶紧学会 家传的手艺 吴梅华甚至还祈求 菩萨保佑 让她快点学成出师 她如果我说 如果学得越精越快 我当然比较轻松啊 我看你学什么时候啊 人家三年半出师 有没有 我锦萨啊 我是双认证的 我公公婆婆认证我OK的 后来真的 确定要接的时候 她那个要求是 又再double 就会真的是 把你当学徒 不是当儿子 压力很大 跟我想的不大一样 为什么明明 拯救自己的妈妈 教就教 为什么要这么的严厉 接班两年多 陈敬宏还在努力 获得严师妈妈的认证 但是一家店 不只有肉圆 还有乳肉饭 肉羹 干面 供丸 数十种的菜品 超过八成以上 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想要出师 哪有这么容易 由你自己炸比较香 又干净 我们看得到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强调是什么 我们种植不重量 因为我的公公跟我讲 我们做吃的 我们吃的肉 才拿给别人吃 我们不用说 饭味很多 做好吃的人 可以来得比较重要 人家就会吃了 妈妈觉得她现在 捏得这样可以 那个皮也不能太厚 妈妈已经做二十几年了 我也才做 三十三年了 我才做几年 所以我觉得 有差距是正常的 您是那个二十七号 鱼书羹跟清真肉园 稍等一下 我不会帮你搬过去 陈敬宏展现内部创业的决心 不只身体力行 学功夫 还大刀阔斧 扛下负债五百多万 全都用来改装店面 添购设备 只是最大的债主 就是爸爸跟妈妈 因此现在每天工作 用薪水来还钱 成了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我说你做做饭 要有相当的结果 做下去 你是没得回头 因为全部都要花下去 他说他要做 他说好 你要做 我会支持你做 没关系 可是你要花的费用 你要自己出 所以他都自己败款 所以欠债一大堆 他回来接了两年多 你给他打了多少分析 想不定 要完 还没办法 还没娶妇 要记得一个问题 你开始做的方式 一定要有个顺序 不要程序颠倒 你程序颠倒的话 你一定做不起来 全部都乱掉 那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做法 我们是尽容 把方式跟他讲 让他有照那个方式去做 可是还要慢慢来 就是知道做生意的辛苦 所以从阿嬷到爸妈 没有人期待 陳静宏回家接下百年老贪 甚至希望他能够找个 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好 只是从小 在市场长大的孩子 却在耳濡目染的成长中 看到了自己的使命 在旁边有菜单 可以看 就是因为我们开幕 有很多长辈 特别回来看 然后就是有一个先生 带他的妈妈 跟一个女儿来 他们都吃一吃 阿嬷就在流眼泪 对 那我想说是怎么了 那当祖父跟我讲说 他阿嬷想到以前年轻的事情 因为也是在这边长大的 只是现在没有在渡望华 他说阿嬷已经过去了 对 然后这次是因为 他问他女儿说 要买什么给阿嬷当自己瓶 他女儿是说 就买肉鱼 阿嬷喜欢吃肉鱼 陳静宏想说 他从他生前到时候都爱着我们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陪伴 陪着大家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是给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握了全力 让第四代陈静宏可以接班成功 妈妈吴美华负责教后厂备料 爸爸陈明媛 则是帮忙看着歪场顾生意 就连表姐也来帮忙添人手 百年前 洛源滩见证了第一代 从新竹北上讨生活的努力 百年后 小摊子成了店面 养活了四代人 也凝聚了四代人的感情 传承下去 继续用美味写下新的故事 夜幕的五光时色亮起 台北延平北路三段的公车站牌下 已经站出长排人龙 等的不是因为交通庸色 而姗姗来迟的公车 而是一旁热气蒸腾的诱人吃食 刮包一下 不要酸菜好 有时候不敢看客人 有很多客人不敢看 会有压力压得 蔡明生和林琼花的这一摊 空间虽小 品项倒也不少 法文格子里 米白菜 筍丝 肥瘦控肉 炒酸菜 还有肉肉烹的鱼肉汤汁 组合起来就是外食足 最高的心头好 刮包很好吃 它肉很大块钱它很便宜 你在台北市很难找到这个物价 四成汤也好吃 算浓郁 然后我觉得它的肠子 不会有新的味道 我有一个中博医 他们开台说 咦 我们饭酒是没有东西 你怎么会来 走到这里吃 他说那个不是那个问题 是说怀念那个古代味道 来自故乡的妈妈味 让大厨师解思乡之情 也让以在地客居多的 延平北路三段 简称延山夜市的路边摊 多了每年报到的日本粉丝 两个吃八碗 还有另外的汤 还有菜 破纪录啊 我头一吃看见 人家吃那么多的 都好吃啊 你这臭皮的呢 多减 林琼花有自信 因为摊子上的热食 每一样都是他和先生 自己爱吃的家常味道 经过三十年的时间考验 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下点自信当佐料 其实也不为过 晚上十二点打烊 摊子清洗整理 推回夜市附近租用的小厨房 已经早上四点多 小睡五个小时 菜名声就得继续 为了晚上的卡扁做准备 粗盐 把粗盐 把粗盐洗掉 米饭 它会比较色色的吃起来 口感不好 我们用粗盐 是最原始的东西 上搓下洗 左搓右揉 前后三回合 要确保猪肠清洁溜溜 再下锅汆烫滚煮 前后要一个半小时 才能软化熟成 三层肉还有内脏内 无法泡制 这一锅会具鲜甜精华 一锅里购 还是招牌四神汤的浓厚汤头 要收汤 汤不够 那我们再加水去再熬一下 那味道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高湯那里可以再贏 四神汤就是要由那些东西 把它熬出来 卖完那个汤就没有了 以前我们不知道 客人有反应 我们再进化进化进化 另一锅三层肉汤烫后 下酱油汤炉煮 第一阶段小火入味 中场休息焖半小时 再来炖煮到接近收干汤汁上色 肥的部分熬成胶脂 入口即化 瘦肉鲜香不柴 是自家焖肉饭和卦包的第一主角 甜度差很多 就是温度之外 下酱油炒很多 那个焖一来 让那个肉比较 比较 比较入味 二来就是比较快 因为它比较甜 比较不像我们的豆油比较 比较甜 我们比较少人 比较甜 比较甜 国众毕业时 就从故乡嘉义 到台北闯荡学做店鍍 16岁到29岁一做13年 蔡明生超有专注毅力 但工厂生活规律单纯 加上个性憨厚 很难认识交往对象 于是让蔡明生 兴起了转业念头 人家说 你做这种行业 传播 不然我妈妈说 不然我们既然台北朝 这里不可以 在烟 我们隔壁的人 这里不吃糖尖 他说不然你来做事 你看看 看有机会 那时蔡明生在舅舅的摊子 学了一个星期 就在隔壁立起新招牌 卖起吃时 但是厨艺的累积 靠的是味蕾的精准 我厚的拿捏 哪是一个星期的恶补 就可以上手的 生意冷清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股市万点那个时候 各行各地都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来做不好 都愚蠢愚蠢愚蠢 愚蠢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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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我妈妈来帮我帮忙 我大姐来帮忙 我妈妈说 你怎么帮我快 所以说 你如果伯都伯都伯 一人伯伯伯伯伯 年轻就是本钱 靠着舅舅帮忙 蔡明生也同做中学 不断修正改进 愿真听取客人的建议 取多数意见 作为头其所好的依据 熬了三年 慢慢从夜市地雷 晋升成为许多人的 晚餐宵夜日常 我们喜欢人家批评 因为听好听话 不会进步 老汉卡阿取了咸泪柱 料理程度再次晋级 分后两人四手 面对生活难关 更有支持力量 挑战一关一关 都关关停过 SARS 口蹄液 那时候一阵到蛤蜊 蛤蜊收起来 对火了你知道吗 对 一个月六万块 吸火 要再起因 喔 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可是 我们以前的时机好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最想要够贪食 我们够贪食 买一点点 那就有那个代价 算是 要说起来算我好运 打到蛤蜊 这样 对啊 小姐妳好 妳要外带 要外带 好 要什么 两个挂包 好 在那个厨房那里住 啊 什么都没有 一步一步来的啊 那什么都没有妳要够 啊就是 两个要 要奋斗 要打拼啊 蔡明生和林琼花 从睡在租来的厨房 到如今拥有自己的房子 孩子们也都完成学业 如今肩上的负担减轻 但一样每天下午四点 准时出现在延三夜市 依旧每天睡五小时 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机会 态度诚恳 双手接钱 愿意让客人挑肥减瘦 满足各种家家减减的需求 感恩每个愿意上门的有缘客人 做就是好奇啊 那我们会做 尽量做 不做才怕什么 要专业 像我们以前就不可以了 我们说是 很多事情都要先准备好 才可以 才可以上路 回想匆匆忙忙开头 没有做足准备功夫 生意却能延续到今天 蔡明生说自己 只是比别人多了那么点幸运 因此即使到现在 依旧谦虚的学习 希望能够与时俱进做到更专业 但能够熬得住失望落寞 不轻言沮丧放弃 三十年就坚持做一件事情 而投注热情 何尝不是令人敬佩的坚持能耐呢 至于比较聚久的人 对啊 一包一包 没有那个一步登天的 做什么行业 都是要这样 现在蔡明生不只一人堡 顾全家堡 还得让排队的客人肚子 能够满足 当年那个拱大的难吃蔡明生 已经靠着双手 赢得了好明生 香火鼎盛的磁城工钱 虔诚相克 碾香参拜 董事掏克 席地而坐 品尝着这一碗 麻奏五波比的面线 麻奏五波有了 有过来培兵 麻奏五波有了 有说 煮这个麻奏五波 培兵也不会完 它就更轻点不好 不离了 滚流顺口的面线里 蚵仔 肉羹和大肠 三种愿望一次满足 虽然食材并不高档 但是实在的山珍 大肠肉羹和海味鹅仔 不但让海外的客人爱上这一味 也让在地客人一再回味 我嫁到这边也三十几年了 几乎天都有吃 人家说人事没人忍 就几乎天天都吃 比一般的面线还要再口感浓点的感觉 还蛮好吃的 这你觉得它比较多 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 价格上来讲 还蛮实惠的 时常在电视机看到 不叫导游带我们走过来吃 我们家全部什么料都香 很好吃 不会腻 无腻口的面线 是秀云阿嬷的先生 阿亮研发出来的口感 阿亮阿公学的是油腾腿 卖洋春面起家 当兵回来开继承车为生 但是家里的四个千金陆续出身 秀云阿嬷建议老公 做蚵仔蜜耍为家里多攒点钱 以前四十几年时候都用这样 不用够优优独 要搓到手 都要搓到手 都要搓到才有办法 对 都我们老公搓的 我们老公做的还年轻了 因为就是他那个精心砍掉的时候 现在长了费力 白色鱼浆餐货粉嫩猪肉 透亮有光泽 鱼浆粘稠 用汤匙分切成小块 秀云阿嬷的棒啊手 让每一块都有精准规格 这鱼浆 这鱼浆粘 它这个浓稠稠不吃 鱼浆也还拿好的 鱼浆如果拿肉的 它这个白色鱼浆 鱼浆如果肉的白色鱼浆 很臭臭的 那也不好吃 刚刚的你要分好的才做得起来 迷你版的肉羹 只比大肠和蚵仔大一点点 Q弹爽脆 虽然是配角之一 但是询问度很高 很多人都想跟秀云阿嬷单买 但是手工的产能已经紧绷 无法像机器一样量产 这是每天清晨 从彰化王宫新鲜直送台北的蚵仔 我们的蚵仔很贵 贵也是贵的 贵也是贵的 贵也是贵的贵的 反复清洗完牡蠣 送入冷冻库冰镇 隔天裹粉煮熟 让蚵仔可以粒粒分明 把豆倒下去 慢慢倒 清洗分切好的大肠 倒入锅中 豆腐在盐盐 煮一下 秀云阿嬷说 只要食材好 调味料就可以少 卤大肠就真的只用酱油和盐巴 卤出咸味 但是比例是多少 是不能说的秘密 你的渐渐要煮得刚好 多少就多少 不能够够 不能够减 每天在用的 我就用多少就多少 它就好吃了 真的没饮食 人们现在都用高汤 用化合我们的熬 我不敢 搞定三个配角食材 主角手工面线登场 用冷热水清洗过 滚烫热水加入柴鱼 和糖等调味料烹煮 面线下锅直到热水翻腾 放下自家炒的古早味油葱酥 增添香气 而一旁早已调好的太白粉水 即将要让这一锅更加浓稠透亮 热喔 太热了 费劲搅动一池面线 粗重的工作 让秀云阿嬷的手都变形扭曲 这有手很够的 做到手都变形了 变形了 都没有那种外形的了 四十多年来变的是人的身形 不变的是面线的独到口味 秀云阿嬷说二十多岁做到现在 以前为了赚钱养家苦撑着 现在没有经济压力 人生七十反而越做越起劲 如果比较大才可以吃饭 以前没有我自己在做的 米线比较快吃而已 不然要怎么办 不然煮饭了 不能煮了 那米线都没了 微笑没有了 看样子都没了 都没了 我说我七十月没有人爱上心的 我又没有在做什么 阿嬷在抹粉 阿嬷在做什么 待会儿 待会儿 待会儿啦 我爽了 你爽不爽 推着摊车出门 秀云阿嬷跟丈夫原本是流动摊贩 每天穿梭在士林北投地区叫卖 直到有一天 马祖庙旁显入神迹 让面线滩从此不再流浪 因为每次都 每天散场的时候就会有客人过来 客人就是跟他讲说他要吃 就是用出去再推摊子 然后就在那边就把公司拔完 阿嬷阿公在68岁那年宣布退休 秀云阿嬷一个人忙不过来 在旅行社当OP的女儿邱如 为了带小孩回家帮忙 这一忙再也回不去职场 就是没有加入 我家是更忙的 就是说刚回来的时候是不习惯的 阿嬷阿嬷是什么 中国名字 欧阿嬷 面线 太高兴了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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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们的帮忙让秀云阿嬷 减轻很多工作负担 其实早就可以退居幕后 但她就是爱上夜市的热闹氛围 舍不得离开这个物光石色的舞台 一碗麵線 一碗甜不辣 在廟口前成為美食地標 幾乎每天都玩獸 感覺上有如神柱 但其實靠著四十多年來 用料實在 加上不便的古早人情味 自助 天助 是平民版的山珍海味 能夠成為士林夜市 傳奇攤位的必勝元素 這邊去旁邊可以坐 媽祖婆在這裡 我就在這裡 下午五點 當童業還在推攤 吳家婦女的攤子 已經被甜點控團團包圍 今天要吃哪一種 莓果的 這是堅果的 大家神情一致 專注地看著 吳以廷和老爸 如何把一顆蛋變成 令人抓狂的法式經典 每天都要做運動 這跟烤薑腸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是有氧運動 烤薑腸是無氧的運動 越新鮮的蛋 它打發程度越好越漂亮 那煎出來 它的砰的高度就會越高 鍋蓋一掀 碰起了舒芙蕾 讓眼竹子捨不得炸 迅速淋上冰冰涼涼的 卡士達醬 再服上配料 說有多療癒 就有多療癒 蛋糕體本身是鬆軟綿密 充滿空氣感 很多人都開玩笑說 這根本就是在吃空氣的蛋糕 對 因為它吃起來太綿密了 就是空氣感很十足 空氣抓不到 舒芙蕾卻吃得到 這一切還沒化為泡米錢 吃客拎了 趕緊享受去 第一個晚上要做出 一百六十幾份的舒芙蕾 因為醬料準備那麼多 時間限定 現點現做 一個打鬆餅醬 一個負責煎餅 需要兩人通力合作的甜點 婦女倆在夜市打出名號 更是打破長久以來的情感隔閡 有女兒幫忙就不一樣 不一樣 整個都亮得起來 你好 舒芙蕾好吃現做的 圓夢雞精 她想要做她喜歡多的甜點 讓她能夠做起來 我們也希望我們家裡都能有一個重心 大家團結在一起 以前的感情是沒那麼好 對 以前叛逆啊 不理我了 十七歲就離開家了 十七歲會滿十八歲就逃家 不叛逆嗎 不是逃家 還是不叛逆 父親再婚 有了新家庭 正值青春期的吳以婷 以離開家高職輟學作為抗議 跟著朋友到處打工 都也獲得賞識 當到披薩店店長 這時才驚覺 原來喜歡的是餐飲 所以二十二歲又重拾書本 回到校園 蛋黃 糖 牛奶是製作卡士達醬的三元素 喷逆性格也隨著攪拌 煮化 一點一滴被溶掉了 它底下會就是開始結塊黏黏的 然後它越煮越濃稠 像現在這樣 就是快要好 然後所以要攪快一點 不然它就會結塊不滑順 以前是喜歡中餐 因為爸爸以前也開過熱炒店 然後想要往中餐方面走 覺得台灣的料理還是比較不錯的 但是爸爸說 女生學中餐太辛苦了 對啊 這就是鮮奶油 只吃卡士達醬的話 很多人會覺得有點太膩了 對 所以就跟鮮奶油做一點結合 比較香 奶味也會稍微重一點 為求新鮮 出攤前兩小時採備料 或許老天早有安排 阿嬤家剛好就在饒河夜市旁 一樓改造成廚房 任由婦女倆為拼經濟 原夢想而忙 這原本在賣香腸攤啊 因為就是香腸攤 不好 生意不是那麼好的 我就有鹹鹹的喝 之前都是很忙 都在一直烤 一直烤 又熱又臭 回到家裡 整身都是黏黏黏的 後來 生意也沒有像之前那麼好 排隊的人容越來越幸好 眼看口袋快空了 姑姑瞧邊鼓 建議改賣人氣甜點 但要怎麼做 這吳怡婷稍少有概念 老Coco的吳爸是連聽 都沒聽過 但會讓女兒知道 她有心要改變 不再放蕩不羈 就跟著念書 一起考烘焙證照 我去學讓她有了這一份動力 更想要去了解這樣東西 因為我以前也曾經就是 離開家好很長一段日子 然後也算彌補之間的 婦女感情吧 有考過吧 對 數個過了 比試差一分就過了 差一題 還要再接再厲 對 就等下四個比試 我再去考比試就過了 就有一點增長 夜市場打滾十幾年 看著攤商來來去去 發現沒跟著流行走 很快就會被淘汰 女兒察覺老爸的困境 試試回家 像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把它從水生火熱的鍋子裡撈起 讓夜行生活不再茫然無措 珍珠就是台灣我們特有的口 觀光客來都想要吃珍珠 所以我想說以前我們做飲料 有珍珠的 我們就把它嘗試著放在上面 結果一退出客人的防疫很不錯 2018年底 華燈初上 舒芙蕾正式登場 無數的夜裡 女兒幫著坐鎮攤子 從手忙腳亂到磨出默契 就在生意穩定後 飛往大陸 把台灣的甜點向外拓展 口碑大好 舊疾 筆豆研卻讓她天天流鼻血 無霸不捨 親子飛到上海 把怡婷帶回台灣 再也不讓她離開身邊 以前的戀痕很深 她看我小時候就跟媽媽離婚了 她也覺得我在這個家裡 沒什麼溫暖 那我也想說 我也曾經自暴自棄 每天喝酒 想說做個改變 那後來怡婷有跟我說 我們可以試試看做舒芙蕾 我去了差不多幾個月回來 都覺得她現在比我厲害了 今天的都比我漂亮 舒芙蕾師傅 餐廳得花20分鐘做的甜點 他們用瓦斯鎖短到8分鐘 價格變得親民 受到好評 煎台上的甜香 花了婦女倆的心結 但要說 世上濃到最化不開的滋味 想必就是親情吧 你好 舒芙蕾好吃現做的 要什麼口味 那個客人他很好笑 他買完半小時又回來 我說你不是要當早餐嗎 結果他說他來不及了 他就把它吃完了 所以又再來補滿一份 就是這一份感動 讓阿坤忙得更加起勁 小姐你也是一份嘛 一份米腸嘛 好 稍等喔 那如果要熱的話 你就會剩下 對 這個是那個先生 待會兒再麻煩幫你切 夜幕低垂 鍋裡的米腸已經所剩無幾 蒸污裡的雞湯 更是剩下幾盅 可是客人卻一直報導 賣完了 現在只剩下御膳 那我再加一個御膳 等一下 我先看夠不夠 好 先 一碗 五碗 好 夠 小火溫存的米腸 手工做的胖瘦不一 正因為皮薄 所以切的動作要更加謹慎 吃米腸搭配四神湯 像是天經地義 不過在這兒端出的是燉雞湯 我阿公也是中破腮 我那個雞湯其實是 從那個中破腮 最後有一道的雞湯 演變出來的 有藥膳口味 還有清湯底 一碗湯 一份米腸 熟門熟路的 都知道要來全套的才過癮 它人生很香 就那種苦干苦干的味道 很好吃 我覺得有點那種 淡淡的中藥的香味的感覺 那因為我也不太喜歡 吃那種口感 就是比如說皮很硬的那種糯米腸 那這樣子的糯米腸 是我很喜歡的類型 他們的乳大腸不錯 因為我之前我兒子來吃 一次吃兩份 後來我兒子說要吃 我的跑三趟都沒買到 福原肉 丁香末 六一傘 昔日放置中藥材的陶翁 現在成了一種種香氣十足的雞湯 食器特別 年紀比阿坤還要大 那因為我家是中藥行 有一些物料上取自於 當然就是自家的中藥 那當然就是在調味上 可能就是會些許跟外面有所區隔 小灘就開在自家中藥行前 從湯品到米腸都有真材實料的藥材 這款與眾不同 是手作古早味的定心丸 這裡其實就是我阿嬤的老家 我阿嬤就會在這走廊上 然後灌起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想說要回來市林賣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市林這邊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做了十多年泰國料理 想要有所突破 才會把熟悉的酸辣味 改成甘醇味 用原糯米灌米腸 比腸糯更軟Q 重點是下足一定比例的香料 讓米腸吃起來別有風味 就是有油蔥酥 然後還有胡椒 鹽 然後還有我家的香料 大概四種 四五種 像是什麼 米腸 這兩種可以說嗎 有胡椒 五香 大致上是這樣 充分攪拌像是肉粽拌餡 還會加入大顆花生增添香氣 只是要怎麼塞入腸椅裡 是一大詮問 記憶中阿嬤就是這樣做 腸子一端夾住 再將糯米往漏斗裡填 這步驟得輕柔慢慢對待 否則就繞個破洞百出 但其實最費工的是洗腸衣 尤其阿坤均堅持用台灣豬腸 雙手擺機尺也才會一再一再的發作 有人就說那你用進口的啊 我說進口的話就沒有那樣的味道 不然就是用那個業務用的腸衣 那就已經失去手工的意義了 光是米腸下水後不破掉 就試驗了無數次 靠著戳洞 控溫才整形成功 小時候寶寶沒有說要你往中藥這條路 當然有啊 因為我家就只有我一個男生 可是我不愛念書了 這是北松茶 它有滴滴的要加起來 有這麼多用 父親在市里營開中藥鋪 已經有六十年 資歷生在當地是出了名 兒子雖沒能成行家業 但多年過去心事沉澱 倒也默默支持 幫忙抓藥 調配比例 讓雞湯味和中藥調和 更加的甘醇順口 補氣啊 補氣補血啊 苦筋骨啊 農骨啊 用防土雞的三節赤燉雞湯 至少四小時小火沐浴後 雞肉仍飽含水分不硬材 成本是肉雞的三倍多 寧願多花錢 也要讓操勞的上班族 有貨真價實的營養 精華就會在這一碗裡面 跟外面大鍋比較不一樣 元氣雞湯 甜味來自黑棗 再以人生虛補氣 玉膳雞湯裡 加進脆口的北蟲草 還有當歸 檔森 黃旗 和手烏 白燒 馬卡 十多種中藥材 事先熬煮成藥湯 再注入雞湯裡 放進蒸炉燉 我跟我爸爸也比較少講話 講實在話 因為可能就是 我是他唯一的兒子 並沒有去承接他 我只能用我想到的方式 來呈現 出發點就我講的 我要彌補他一些 他心中的痛 看似阿坤一人工作室 其實背後總有雙手在協助 行動關心對方的負責量 無聲甚有聲 古早味像是修補關係的潤滑劑 父親六十年的藥材專業 成了兒子創業的大補帖 不會 說白了 說白了 謝謝啦 謝謝 謝謝 不管是假日還是平日 阿張老闆的店 永遠都是這麼熱鬧 趁著出餐空檔 他總會放下鍋鏟 來到台前和顧客一一寒暄 也就趁著這個機會 他可以借機看看老朋友 錯老闆 還是錯老闆 錯老闆 錯老闆很好吃 錯老闆不能好吃 在40會認識的 他精神真的不錯 真的 有休假的時候 會帶我們去吃別的東西 然後來自己參考說 好吃的東西 然後要自己再回來研究這樣 加以改良 總是笑臉迎人 熱衷參與社團公益活動 阿張結交的朋友來自五湖四海 最後他們全程了食客 但阿張稱他們是他的烹飪老師 因為不是餐飲課班出身 卻做出滿桌子的台式創意秋樓菜 找不到臭豆腐 熱涼燒蛋 百花油條 還有各式開胃小菜 都是客人引路在自學來的 人家來幫我補好吃 我就去哪裡吃 用吃來學習 學習 去吃別人吃的 回來再做 找不到豆腐就是用青椰草豆腐 青椰草豆腐 我們先把它捏碎 然後把它先炒乾 先炒乾 然後加上皮蛋 皮蛋切丁來炒 翻炒 然後再調味 加上油條 裡面就像是 看起來像蝦鬆 看起來像蝦鬆 吃起來 飽生菜來吃很爽口 二十多年前 為了成家 安定下來 才會做起油湯生意 當年差點躺在師傅刀下 打下的基礎 造就了今天的高朋滿座 台南口味 每天熬煮大腐湯 加上白斬雞的湯汁 做成飯整麵 還有成手工切肉 燉煮出的滷肉飯 就是它的起家菜 我叫上碗滷肉飯 你都吃得非常精光 對啦 很好吃 還要再點 朋友特別帶我們來吃的 那我們覺得不錯 第一次來 覺得它滷肉飯很好吃 聽說是網路還是評比第一名的 所以我來嘗嘗看 我覺得他們的米很Q 那一粒一粒的還滿好吃 感恩的就是都客人 黑黑三起業 來跟我們商品 他覺得我們有的東西做得很好 他又帶人家來 我們就有動力往前走 二十多年來 每天清晨第一件事 就是去環南市場走一趟 過去因為是小麵攤 食材用量少 所以攤商不會幫忙送菜 但現在一次要供應兩家餐廳 量大 他反而堅持自己跑大市場 我送過一次兩次來 有一些請他送一些 我覺得不是很OK 產品的貨色這樣 控制的不是很好 所以就自己來了 一開始對市場的生態不熟 不曉得有人立功可以幫忙 結果經常摔得冰青連種 我常常從二樓滾到一樓 然後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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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然後滾到回家 我太好了 怎麼身體那麼髒 跌倒啊怎麼樣 我來市場差不多 都一個半鐘頭 比較緊迫一點 還要把貨送到我板橋的店 還要私營店 二十幾人了 有 因為他的品質顧得很好 你講過一點 顧得很好 從來生意這麼好 熟悶熟悟的一家店 分付過一家 辣椒 蒜頭 粉料 乾貨挑丸 還有最重要的深海魚要買 穿梭在人群裡 阿張的絞成特別快 大了 你有這麼久沒看 這麼久沒看 你還在老頂啊 甚至我太太都 他就覺得他走路都走到腳 穿我都不會累 他都會惡魔的 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比較沒有知覺啦 腳的知覺比較沒力 比較沒力了 阿張在八歲的時候 罹患小兒麻痺症 左腳明顯萎縮 但完全沒有阻礙他 想要走的每步路 高中畢業後 待過貿易公司 但更想看看外面世界 於是當起小黃司機 開著車 趴趴走 他笑說自己愛玩 於是又到三峽 養起尊魚 結果颱風一掃 好幾百斤的魚就付諸流水 這才明瞭 還是不要以天真力 大概是我爸爸太會煮了 其實趙姐友們吃 對吃的就很敏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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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為了 為了沒吃 不是 買這種這種 這種 這種紅條 這種野生 深海的魚 養殖的比較沒有買 養尊魚賠了一兩百萬 想想玩也玩夠了 於是選定要做餐飲 好好安定下來 要做吃 要先可以拿刀 剛好剛好我一個同事在酒店 他做少爺 他在外面做少爺 然後我就說 你們裡面的廚房有缺錢嗎 我來做廚房 但是我做很多事情 不是好到酒店 像吃蜘蛛餐一樣排隊 眼看別人花天酒地 阿張還是謹守本分 乖乖待在廚房賺錢兼學廚藝 深色場所 三角酒樓衝刺 他還差點沒命 他都顧著油 我不是塑塑 要去塑塑 要把他抬 有幻影 沒有 跟我塑塑 我常常去切斷 切的手上都是吧 到現在還在 冒著生命危險 學會了刀工 然後又到了遼寧夜市 出名的滷肉飯店 從基層做起 我是洗碗 我去洗碗 在路邊 在路邊坐一堂比較小 卡洞 對啊 我剛才去的時候 我剛才去找不到收水桶 找不到噴湯 說它比較好就是了 怎麼變新呢 因為我把它洗得很乾淨 我連噴湯也把它洗乾淨 連洗碗都洗得這麼認真 老闆看著眼裡 感動在心裡 因此無私地教他 怎麼做滷肉飯 和南部道地口味的淡仔麵 有了料理基本功 1993年 先從板橋路邊麵攤做起 因為用料實在 為人也親切 人潮開始湧入 後來跟我講的 他不會累 好像樂在工作一樣 他這樣子講 我都覺得 我每次回去 到軟趴趴 坐在沙發都不想動 他說還可以看電視 看到兩三點 八年後 他就更上一層樓 開啟了古色古香的台菜餐廳 把多年來到處吃了心得 做成一道道菜餚 五顆雞蛋做成的煎蛋 他取了一個俏皮的菜名 惹娘燒蛋 這燒蛋就是像 以前的老母 荷包蛋煎煎的吃不完 還煎給我們吃 然後煮的給我們吃 老母開回來吃菜 零上醬汁的燒蛋 香氣非常誘人 半熟蛋黃緩緩流出 又可以多吃碗白飯了 這邊料理非常實在 還有東西非常好吃 最重要是 它讓我們回到小時候的古早味 熟客還一定會點這一道 百花釀油條 百花釀油條 飯粘到這個餐廳的 百花的意思是蝦籠餡 包在油條裡面 炸經過 炸過 然後再去半熟 特條的醬汁 這個是都太太在包的 這是手工 手工就在包 我沒辦法做這麼多餐 所以現在沒有要太太來做 大家要合作出的菜 這道菜最後會以番茄和牛排醬 做基底調出的金蘇醬 再加一半炒 吃起來酸中帶甜 又外酥內嫩 這些都是阿張自己 慢慢琢磨出來的 有時候爐台一站 就是三四個小時 但她都不喊累 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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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就也是緣分啦 覺得好像大家都說好 那我們就試看看啦 也就因為做事實在不打高空 太太孟瑩最後選擇了她 陪著她一路從麵攤開啟餐廳 我太太年輕的時候很紅 很多人在追 我是條件最差的 可能我 可能我知道我 成長男士找不去 不會亂跑 外界看似的不完美 阿張早已是於無形 還總是自嘲 迎來一陣笑語 現在她忙於餐廳 也忙於工藝活動 載著視障者騎腳踏車 我還可以祈求到我算是精緒的啦 我只要跟我開玩笑的朋友開玩笑 說你都不要叫你肉比的長輩 大家都看我這樣很痛苦 不管是客人 是我的親友 或是我的動物 都很痛苦 都很痛苦 我是因為 這樣過程讓我很多動力 沒有因此而倒下來 要放棄我自己 不僅沒有自我放棄 她反而還會安慰 自責的媽媽 我媽媽來講到小孩 就有一點 眼睛 眼睛 眼睛這無關 你兒子比人家更用 你小人會安慰 對 對啊 這是我們的 命運安排 不能過人 過人 好 不運天猶人 阿張的人生路 腳步踏得比任何人都要穩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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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謝謝 要解釋得很好 白白胖胖的掛包帶著蒸騰熱氣 從蒸籠出關 接著躺臥在小錢碗裡 花生粉 酸菜 三層肉 還有爽脆香菜 一層一層堆疊 最後包夾成米其林指南大推的台味漢堡 掛包就是台灣漢堡 沒有 因為以前我們用塑膠袋 然後 第一它薄 很拿著會燙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環保意識抬頭 就是能盡量不要用塑膠 我們就盡量不要 我也不知道秘比登是什麼意思 那是古年的時候 那些記者都帶來問 吳黃毅原本連秘比登三個字都沒聽過 做掛包三十年 自家東西好不好吃他心裡有譜 自信的舌尖味蕾 和客人每天面對面的直接反應 是最準的評判標準 秘比登的肯定是自慢味的錦上天花 也讓吳黃毅和吳國元父子 更加忙碌了好一陣子 粉腸湯跟掛包外帶 吳家的老攤子每天的日常溫度 如同眼前的熱烈蒸騰 但2021年5月中旬 蒙甲成為台灣社區疫情的起始點 人人聞之色變 未在華西街內 吳黃毅的爐火也在一夕之間冷卻 本來不太煩惱 因為疫情爆發 我們最早三十一回 沒有這麼嚴重 我們最早幾天 十三個月這樣而已 沒有說 我只得要變成兩三個月 早上一年多年 沒有幾天 沒有一星期 剛才一星期 剛才過年有效而已 沒有效 以前本來就是這樣 做到 摘桌子 不像我們台灣而已 整天都還不錯 將近三個月 沒法做生意 只能吃老本 算是吳黃毅人生航程當中 比較大的波浪 他的心態很正向 人生嘛 誰能一帆風順 何況這次是所有人 都要面對的考驗 遇上了想辦法解決 沒法解決的 就咬牙忍耐 年輕時從故鄉台南北漂闖蕩 在華西街名氣響亮的 蛋仔麵店當學徒 一頭鑽進餐飲領域 有創業夢想當老闆 吳黃毅接連賣過三寶飯 自助餐 吐脫魚羹排骨湯 炸過果汁和水果切盤 成績都不怎麼理想 但他吃苦當作吃補 一時的失敗阻止不了 他前進的腳步 最終靠著道地的滷肉飯 在華西街立足 分支出來的掛包這一位 招牌也一掛三十年 要做之前 我們要先去吃白鴻魚 要先去白鴻魚 我先去白鴻魚 那個油店是什麼地方 以前是像豬肉一項 跟鹹菜這樣 所以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要說第二項 我都沒有了 這樣就是古早的 古早的 古早的出來了 魚做鑽魚 做不鑽魚 做到百貨 要吃雞肉 要吃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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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判斷食材的等級好壞 才能判斷食材的等級好壞 我後時間都要仔細拿捏 不能想要一次做到完 我後時間都要仔細拿捏 不能想要一次做到完 那時候 我下來了 再放下去 還要軟 那裏切開 再攪一遍 所以不用攪得太軟 因為我們攪去 你放下去 待會兒肉都會變金 最平凡的酸菜 吳黃玉有別於一般用炒的 滷到軟硬勢中 而香菜口感爽脆 画龙点睛 再贵也不能省 四神汤清爽有味也不简单 他说产品没几样 没道理做不到位 肉是比较有入味 然后所以我们 几个公司的同事都蛮喜欢的 咬下去就入口即化了 吃到没人 我真的吃看看 吃到什么厉害 不然他再出来做一百分 两个挂包一个综合汤怪蛋 对一个 一个这样 吴皇义的二儿子吴国元 从小在爸妈身边练就利落身手 更年轻时做到怕了 退伍后跑到外面上班几年 才甘愿回家 扛下传承的担子 一定是这样子 那是从小做到大 然后好不容易退伍了 想说可以自己去外面 试试看的怎么可能还会待在家里面 父子协力打拼 老爸开摊 吴国元负责 午晚餐时段和打烊班 第一代传授基本工 第二代改装摊位 进化工作流程 改用汉堡包装 年轻人有想法 有做法 也让八十岁的老爸爸 欣赏配合 这次修到会怕 以前想就很累啊 后来改成有周休二日的时候 我还争取说我们要不要有周休二日 做吃的 做一天算一天的 还有哪有做休息的 疫情导致的两个多月意外假期 终于结束 整体滑溪街的人潮 平日只有疫情之前的两成左右 但吴国元不太担心 他相信只要这条街的特色味道还在 客人终究会慢慢回来 真的很怀念小时候那种生意 小时候那种人潮 那种真的是不夜城 随时肚子饿从楼上下来 就有东西可以吃 都不用怕没有人开这样子 实在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本身也是我们华溪街的 自治会的成员 真的不行 就是想要再转变 看能不能多吸引一些人潮进来 每个夜市一定都这样想的 真的要变了 华溪街曾经因为舌店和工艙 而繁盛一时 连带地形成小吃聚落 时代变了 吴家父子和左右邻居 也在变与不变之间拿捏前进 但吴皇义坚持 再怎么变 好味道不能变 勤奋乐观不能变 如同他以身作则 八十岁还天天上场都军乐此不疲 简单的传统台湾味 吴皇义踏实做到国际美食评鉴肯定 停业期间又再次入选必比登 锦上添花也是雪中送炭 提醒着老客人 熟悉的味道还在老地方认真 变也不变 差不多人家的观察来就好 这是大家的希望 不像我的希望 祝你